有关空难原因的两具黑盒子 现在都找到了 已经运回台北飞安会实验室 希望能够用最快的时间解读 面对各界的质疑 为什么台风没走还要运飞 今天民航局召开记者会 拿出资料回应 说当天晚上的天气 是符合降落标准的 从外面上面来看 它是说的撞击是非常严重的 黑盒子找到了 从外观可以看出来 遭受撞击后受损严重 原本只找到一具 不过24号坐舱语音通话记录器 与飞航资料记录器 都已经送往台北飞安会实验室 要做最快解读 马公机场 它用的是多项导航 它采用的是这个 手上的白纸报告 就是当晚塔台回报给 G122的天气资料 当时回报给机长的能见度 是1600公尺 云高330尺 有中度雷雨 根据ATR机型的降落标准 能见度达1600公尺 就符合进场的降落标准 民航局一天两场记者会 口径一致 还拿出资料佐证 就是要强调天气是可以降落 而且决定降不降落 是机长判断 国内航线很多都停航了 国际机场 为什么都一直在飞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间 这个机场 如果的风向风速 没有超过 这一种机型的限度 它就可以飞 我本身就是飞巡 所以我来可以讲这话 你任何人给我的东西 是给我做判断 是我来决定飞 还是不飞 重飞 还是不重飞 这是23号晚间7点 当晚的风雨画面 对于外界质疑 是麦德姆还未解除 陆上警报 导致酿灾 但民航局说 决定权都在机长手上 是何于他标准的 那我刚刚就讲了 突然天气突变 哇 就是前面一阵大雨 一个雨连一下来 他什么都看不见了 怎么办 有人就是蒙一下 这个雨连一过去 就看到跑道 但这次只是蒙的 是最对的吗 是不对的 我认为不对 加油们就冲对了 过来人谈经验 也说机长 要自己判断当下情势 但是也有机师 在脸书上 发出不平之名 认为天气差 再有经验的飞行员 也可能出错 但是公司也有 不得不飞的压力 却把责任交给机组员扛 句句都是工作上的无奈 只盼这一次 记取教训 一切安全至上 U点TV综合报导